吴宗憲的儿子路西派 日前在路边抽大麻 遭到警方逮捕 原本吴宗憲怒气冲冲扬言 要取消他的发片记者会 不过最后呢 在今天还是如期举行 但是也成了道歉大会 路西派就说了 当天喝太醉 才不知道是大麻烟 而吴宗憲呢 更是吴日锦的现身现场 吴宗憲在镜头前 不断地数落痛骂儿子 但是其实话中有话 暗夸儿子没赌博 没有混帮派 一切都是喝酒物事 看得出来仍然是不自心切 其实我非常失望 他跟我说 我应该要自己出来面对 呼麻事件爆发后 首度正式露脸 艺人吴宗憲的儿子路西派 举办发片记者会 原先吴宗憲气得扬言 要取消这场记者会 但峰回路转如其举行 吴宗憲更无欲景现身 特别来的 我还是必须要 接受大家的一个询问 个人是这个 因为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毒 刀是最豆腐心 吴宗憲镜头前不断属了儿子 但话里长命 更恐怖的当然是赌啦 那你是不可能会赌的 赌 赌死了全家人 赌 就赌死你自己一个也OK 他有音乐的长才 伯克力赌三年就毕业 台湾这么好的一个人才 骑那个东西干嘛 国外合法那是国外的事 台湾不合法 我们在这里就不可以 他唯一的堂口就教会 我们家全家就一个礼拜 那么多天都在教会 强调儿子常在教会出入 会犯下呼麻事件 全是因为喝酒误事 喝了酒 比较上头热情 问我要不要抽烟 然后我就跟人家去 马路旁边抽烟 将呼麻原因推给酒 细数入席派上回 才扬言要诈台北市府 这回又卷入呼麻争议 发片记者会变成道歉记者会 表面上吴宗憲看似在大家面前 罵儿子但细节里又是摸头 又是搭肩藏满了爸爸对儿子 疼爱的心思记者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